為他們預言 萊蟲復法他也是有轉世的 不過他的轉世只是尋找一個媒介器 那萊蟲復法目前呢 建議是萊蟲復法 他是供奉在拉薩的責報室下面 那我又想介紹活活轉世的律師背景 與常人沒有任何的區別 那在不需要他預言的時候呢 會請萊蟲復法上身 也就是降神分這個意思 那萊蟲復法復到他的這個媒介器的身體上之後呢 會做出一定的預言 這也是一個線索 那第四個線索 然後他們會去到我說的 駕馭於三大神湖之上的一大神湖 那山南地區的拉伯拉拓 拉伯拉拓的面積很小 不到兩平方公里 它是處於在群山之間的山窩之中的山湖裡面 從山頂上往下看 就是一個小小的 一個小小的水潭在那邊 那去到那邊呢 要經過七天七夜的不斷的洗浮 誦經以及課拜之後 那通過湖中間出現的一些湖光聖景 也就是我們所認知的海獅神龍 那會出現可能一座山 一條道路 一座一棟房子 或者 你也能看到有些人所穿的衣服的服飾 這些都是一個呢 都是一個呢 這個線索 那通過這個線索呢 用紀錄為一筆 接下來呢就有 拉薩三大寺廟的這個聖人 以及紫蘇蘆市的這個聖人 那橋莊打扮 往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各自走出去 他們朝哪些地方走呢 四川 甘肅 平南 青海 包括那西藏的周邊的這些地區 他們可能會有五化裝成乞丐 遊行的生人 或者是敲著那個蛋的賣東西的貨啦 然後經過 但凡他們知道哪一家有符合 出生的時間的這種小孩子的話 他們就會去敲門 來淘桌水喝 或者是借宿一晚 那通過對他孩子的觀察 然後把這個孩子帶走 那這些遊行的生人啊 回來以後往往通過四個方向